那當然這次的事件 他染疫的人數現在也到了24人 但也都還沒有辦法都判定 這24個人都算是本土的案例 華航的機師在社區造成的風險 現在已經是很低了 那現在的風險在於就是說 諾富特的員工 所以這三個人他就對社區有相關的一個風險在 社區有發現就是那種 未知感染源的 那我們的防疫就會往上升級 會限制相關的人數 對 國民黨的立委吧 葉玉蘭說是因為立法委員施壓 所以呢你們才幾個 把他檢疫期間減少到三天 防疫的期間很多人來提供意見 這是有的 但是沒有所謂的施壓 這次是一個心理戰跟生理戰 醫界的人士啦柯文哲啦 還有楊智良等人說 疫苗應該你的分配策略是錯的 應該一開始醫療人員跟技術人員 應該是同時打的 我們在疫苗打以前 開始打以前 一個多月以前 我們就已經公佈出來了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想到 有意見的人 那時候為什麼不講 我們對外也再三講說 有任何的情況 我們都會滾動式的檢討 所以你不能從事後說哪裡 啊你當初就應該講 那如果你這麼有想到的話 那當初你就要講 那為什麼其他疫苗都還沒來 什麼莫丁娜啊 什麼輝瑞啊 輝瑞在目前來講 幾乎已經是好像沒有辦法 輝瑞確定沒有了 輝瑞延續了 500萬幾乎 那我們還是要確認這個 莫丁娜能夠照著人類的時間 能夠進來 什麼時間會來 來的會跟您講 副長想請看一下 剛剛楊智良前的警察 今天楊智良前的長動說 這一次那個華航恐懼事件 他覺得可能是在政策上面有錯誤 因為你去不見事情 我想就是說 政策還是都可以被討論的啦 那覺得有錯誤 就要把它指出來嘛 那我們大家才能夠做進一步討論 但是很多都是所謂的一個 事後發生的 那大家做評論 那評論可以 那也不能講錯誤 副長現在1號傳播者都還沒找出來 還要等到 大概是要有 還有等到誰要釐清 才可以確認說這個1號傳播者 很難現在1號傳播者 到目前來講 還沒有辦法確實的來釐清 因為他有幾個可能 大概你有可能 當然就是一個是我們國內的機師 然後從國外染疫帶進我們的旅社來 然後或者是外國級的機師 他在過勤的時候在飯店留下相關的可能性 然後產染給我們的員工 那員工之間互相的一個傳播 這邊員工的一個傳播鏈 然後再傳給其他的一個 就是住在裡面的人 那當然另外的可能性 那當然是員工從這個社區帶進病毒來 帶到裡面 那個就嚴重了 可是目前來看起來這樣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因為周遭的人經過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檢視之後 並沒有大量的PCR陽性的在社區裡面 所以從外面進來應該是比較 那個是比較不被考慮的 那當然現在看起來我們就有幾株的病毒株 這個基因定序是完全一樣 那另外還有1101跟1102 他的基因定式 他們兩個也略有不同 各差一個到三個的基因 那跟其他那個比較大組也不一樣 所以不排除有多重的這樣的一個感染 然後進到這個諾富特裡面來看